玉女歌手安兵 鞋飞文男友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洪佳 附近城新世界大剧院举行个人演唱会 这个消息让刑警小王高兴坏了 他不仅是安兵的粉丝 也是洪佳的粉丝 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 他费了好大劲买了两张票 请他的顶头上司刑警队长李月 一起去看演出 演出开始时间是晚上八点 十分钟过去了 主持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李月感觉有点不对劲 突然音箱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 天啊 怎么会 声音间隙地像冰刀刮过寒冰 将全场的人都认住了 接着 音箱里响起了那个女人凄惨的哭声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小王熟悉他的偶像 一听声音就叫了起来 是安兵 李月心头一脸 叫声不好 出事了 就往台上跑去 小王紧紧在后面跟着 穿过宽大的舞台 绕到背景幕后面 李月看到后台乱作一团 安兵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嚎啕大哭 他还带着耳麦 耳麦显然是开着的 所以将他的叫声和哭声 传遍了整个剧院 李月掏出证件 说 我是公安局的 请问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经纪人康小凯正在那里安抚安兵 文生跑了过来 他脸色苍白 嘴唇哆嗦 结结巴巴地说 警察同志 你们来得正好 洪家出事了 这时 剧院的吴经理也跑了过来 康小凯只好通知他 演唱会临时取消 李月和小王跟在康小凯的身后 来到了楼梯间 这里时候才通往剧院内部工作地的 必经之路 顺着楼梯往下 则是通往地下室 地下室主要是操纵舞台升降用的 才走到楼梯的拐角处 李月就看到了洪家 他躺在地下室靠近楼梯的地板上 脑袋边的地板全被鲜血染红了 一把小提琴的琴梁折断 落在血泊里 两个工作人员神情惊慌地守在旁边 他们惊具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俩主要负责舞台的升降 所以 工作地点就在地下室 他们正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猛地听到光东一声响 他俩吓得从工作间跑出来 便看到洪家躺在地上 立即通知了剧院吴经理和康小凯 出于职业习惯 李月问道 那时候楼梯上有没有人 一个说 不知道 我没注意 另一个却说 洪家应该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我往楼上看了 楼梯上并没有人 李月绕着洪家的尸体转了一圈 发现了一个细节 洪家的一只鞋底上沾满了水 另一只鞋底上不仅有水渍 而且沾有一块淡绿的软乎乎的东西 他掐下一点 碾了碾 又软又滑 送到鼻前一闻 香气扑鼻 是香皂 洪家的鞋底怎么会沾上香皂 李月当即就顺着楼梯网上寻找 上到二楼 在眼职人员休息室门口 他看到淡绿的地板上有一滩水渍 水渍里还有星星点点的香皂泡沫 两块用剩下的淡绿香皂碎块 躺在地板上 香皂的颜色与地板相近 很难被人发现 很显然 洪家没有发现地面上的水渍和香皂 水渍里的香皂滑溜无比 脚一踩上去立即滑动 洪家把持不住身体 失去平衡 栽下了二楼的栏杆 跌到地下室 头部着地 当场死亡 李月皱着眉头思量 这到底是一次意外坠楼事件 还是一次蓄意的谋害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浮进了他的脑海 他立即问康小凯 你说你们所有眼职人员 是在七点半离开休息室 去了后台 洪家当时也离开了 吴经理接话说 我是和洪家一起走的 我还帮他提过秦和 演出开始前两分钟 洪家才发现 他的小提琴还放在休息室里 所以 他匆匆忙忙地回休息室来拿琴 我帮他提的秦和李庄的 根本不是他演出时要用到的琴 而是一把无弦琴 刑警在对眼职人员进行调查时 李月来到后台乐队所带的位置 查看那把无弦琴 这是一把深红色的小提琴 琴面暗淡 没什么光泽 倒显出一点儿沧桑和孤朴来 除了没有闲 他与一般的小提琴 并没有什么区别 李月让技术员 对琴和和琴提取指纹 技术员在那里忙碌的时候 他则走向呆坐在一旁的安兵 李月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拉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 问他 你应该比较了解红家 红家的琴和李 放着一把没有闲的琴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安兵抬头看了李月一眼 黯然点头 那把无弦琴是我送给他的 那是我的定情信物 也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物 我今天上午才送给他的 想不到却是我的定情信物害了他 安兵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和红家相恋 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 只是一直没有公开练琴 直到今天 他从北京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我才拿出了这把琴 想不到 他如此真是这把琴 竟将我送给他的琴 放在琴盒里保存 说到底 是我害死他的呀 这么说 是红家自己 将这把无弦琴放在琴盒里 演出时忘了拿自己的琴 想印证这种结论似的 技术员勘察发现 吴贤琴上除了有红家和安兵的指纹 并没有其他人的 小王也汇报了调查情况 演出开场前的那段时间 所有演职人员都待在后台 作演出前的准备工作 没有人离开过 小王分析说 我认为 这只是意外 而不是谋杀 李悦反问 可是那两块造成 红家坠楼的绿香皂 又作何解释 小王想了想 说 只有一种解释 那香皂确实是这 剧院里的人 落在那里的 但目的不是谋杀 而是意外落下的 但现在看这两块香皂 造成了命案 所以落下香皂的人 不敢承认 这种解释也许合理 但不可信 李悦位置可否 只是拖着下巴沉思 小王有些未偶像神伤 自顾自地叹气 谋杀也好 意外也罢 这件事对安兵的打击太大了 他爱的第一个男人 在订婚前出了车祸 听了这话 李悦不由得浑身一机灵 你说什么 安兵爱上的第一个男人 在订婚前出了车祸 你听谁说的 小王咧了咧嘴道 别忘了 我是安兵的粉丝 安兵的第一个男朋友 也是拉小提琴的 两年前 在准备与安兵订婚前一周 他在上海出了车祸 安兵的第一个男友 在要与他订婚前的一周 出车祸死亡 第二个男友 又在接到他的定情信物 当天坠楼身亡 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真的是红颜薄命 还是人为的祸事 李悦感觉到自己的思路 一下子清晰起来 李悦让小王留在剧院 对现场再做一次仔细搜查 看能不能有心的发现 他自己则回了一趟公安局 在局里 他与上海警方取得了电话联系 询问两年前 安兵第一位男友的车祸案情况 看着传真过来的卷宗 李悦的眉头打起了结 安兵的第一任男友 是在赴安兵的约会途中 出车祸死的 发生车祸的根本原因在于 他所驾车辆的刹车线突然断裂 出现情况时车子没法刹车 上海警方对于刹车线的断裂 曾有怀疑 疑心是有人做了手脚 但没有实质的证据 再加上也找不出 谁有谋杀他的动机 此案算是不了了之 看着卷宗 一个念头跳进了李悦的脑子里 也许 安兵的第一任男友 就是被人谋杀的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 洪家的死就更不是意外 世间没有这么离奇的巧合 安兵喜欢的男人 总是在两个人要定终身的时候意外死亡 李悦带着卷宗 去了酒店 他要去酒店找安兵核实一些情况 安兵仍沉浸在痛失心上人的悲痛之中 当李悦问他第一任男友去世的情况时 他的悲伤更甚 气不成声 断断续续地说 我的第一任男友 就是赴我的约会时出的事 我那天约他时在电话里跟他说了 说要将那把吴贤琴送给他 结果他在半道上就出了事 李悦一愣 两个男人都是在安兵 要送出那把吴贤琴的当天死亡 这不能不说明问题 他问那把吴贤琴所代表的意义 除了你和你的两个男友 还有谁知道 安兵回忆演出当天的情况 然后说 红家下飞机后 是我去机场接他的 在机场 我将吴贤琴送给了他 并没有外人知道那把吴贤琴 他当时将琴装在他的行李袋里 并没放进秦河 后来 我们直接从机场来到剧院的休息室 当时所有的演职人员都在一起 没有人能够将两把琴吊包 而不让人知道 除非是剧院的吴经理 和我的经纪人康小凯 只有他俩有单独接触 红家行李的机会 如果红家的琴是被人吊包的 那么 在休息室门口放香道的人 就是吊包的人 这个人在演出当晚八点前后 就不在后台 而是去了休息室 李月找小王了解 昨晚八点左右 吴经理和康小凯在哪里 小王翻看着笔录本 说 他俩那段时间都在后台 女演职人员在一起 他们都可以证明 安兵不愿意等下去 再进城每待一天 他就心力交瘁 身心俱疲 他要尽早离开这个伤心的 所以他提出要将红家的遗体火化 带着红家的骨灰回北京 警方经过多方考虑 答应了安兵的请求 红家坠楼案只好以意外坠楼结案 两天后 红家的遗体再进城火葬场火化 李月作为处理这起案子的警官 也参加了红家的火化仪式 这一天对他来说 是最为难堪的一天 他一出场 立即被记者包围了起来 好在记者们纠缠他的时间并不太长 很快 一个人的出现吸引了所有记者的目光 这个人就是专程从美国赶回来 参加红家葬礼的美籍华人 他叫和和 和和可是名人 他也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虽然年龄与红家相近 但成名比红家早 也比红家更有影响力 和和赶到火葬场 安兵一看到他 就像一个伤心的孩子 突然看到了自己的亲人 扑到和和的怀里 再也控制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两个人的亲密举动 很快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他们纷纷举起相机 拍下了和和安抚安兵的照片 面对记者纠缠不清的提问 和和有些手足无措 他看看怀里的安兵 终于下了决心 说 是的 我俩以前曾经是恋人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真是猛料啊 汤小凯在一旁再也待不住了 他冲上来 用身体挡住了摄像机的镜头 大声说 这是以前的事 他俩之间的恋情早就结束了 请大家有点儿职业道德 这是在红家的葬礼上 他回身将安兵和和和往停 在一旁的车上推 汤小凯坚持让人送安兵和和和回了酒店 由他留下来料理红家的后事 火化一结束 他就捧着红家的骨灰和回了酒店 推开安兵的房间门 他看到和和和和安兵并排坐在沙发上 安兵的头靠在和和的肩膀上 他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而和和仍在轻言软语地安慰着他 一看到这情景 汤小凯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冲到两人面前 质问 和和 你今天是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在回安兵的形象吗 你也是圈内人 你就一点儿也不懂规矩吗 想不到这会儿安兵却站了起来 替和和说话 小凯你也别埋怨和和 和和也是实话实说 本来我与他就有过那么一段 而且还是在与洪家之前 我和和和商量过了 我打算跟他去美国 汤小凯愣在那里 愣了足有五秒钟 这才反应过来 叫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这不行 你的事业在中国 你的粉丝在中国 你去美国 有几个美国人认识你 你的事业就全完了 安兵擦着红肿的眼睛 神情悠悠地说 经历过红家的死 我的心都冷了 我再也没有干事业的热情 所以我打定主意了 跟和和去美国 远离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汤小凯还是极力劝说安兵 打消这一荒谬的想法 但安兵主义已决 果然 第二天安兵就捧着 红家的骨灰盒回了北京 而且立即就去办理 赴美国的签证 汤小凯不甘心就这样结束 他很想单独找一次和和 但自从回北京以后 安兵就住到和和的别墅里去了 直到安兵的签证办下来 通知安兵去拿护照时 汤小凯终于逮住了机会 他穿着并不合身的宽大羽绒服 栽在羽绒服的外面 照着一件蓝色电器维修工的工作服 用羽绒服的帽都罩住了大半个脸 背着电弓包 戴着绝缘手套 装成维修工的模样 他一边检查着电线 一边很自然地进入了和和的别墅 但进了门他才发现 和和并没有睡午觉 而是已在沙发上看报纸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和和看到他 先是不经意地打了一声招呼 但立即便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将报纸放了下来 然后有兴慰地看着他 笑了 康先生什么时候成电工了 康小凯先是一争 但立即就若无其事地笑起来 说 我昨天发现你家的一处电线坏了 想来帮你修一修 一边说 一边往和和身前靠近 手也伸到电工包里摸索 他摸到了一把大扳手 紧紧地攥在了手里 康小凯从包里猛地 抽出了那把大扳手 举了起来 和和已经意识到了危险 吓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大叫 你想干什么 和和纵身一跳 跳到了沙发背后 躲过了一劫 但康小凯看在眼中 却是心花怒放 因为沙发的背后就是墙角 和和要想再从里面跑出来 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给康小凯的第二机带来了机会 也带来了十足的把握 和和的脸都下白了 绝望地举起了双手 大叫 等等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明白告诉我好吗 康小凯冷笑着说 想干什么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那当然是为了安兵 你做了一件蠢事 那就是你想把安兵 从我的身边带走 和和恍悟过来 这么说 洪家也是被你害死的 还有安兵的第一个男朋友 你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对不对 康小凯笑了 算你聪明猜到了 他俩都是我杀死的 而且你将是第三个 想打安兵主义的人 最终都得死 你也和他们一样 说这话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主意 他将沙发上的坐垫拉了起来 用坐垫裹住了扳手 这样砸下去 和和的身上 才不会留下明显的伤痕 但他没想到的是 和和这会儿反而笑了 而且笑得很坦然 说 我也让你记住我的一句话 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很愚蠢 愚蠢到要将自己送到监狱里去 是吗 康小凯不屑地一撇嘴 将扳手罩着和和的脑袋砸了下去 扳手还没挨着和和 冷不防有人接住了 接着 一个人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 从沙发后面一把就抓住了他手中的扳手 康小凯认出来了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李悦 康小凯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他当即撒了手 转身就往门外跑 但才来到门口 门外闪出一个人来 是小王 小王一脚就踢在康小凯的肚子上 痛得康小凯弯下腰去 小王二话不说 掏出手铐 咔嚓一声就给康小凯的双手戴上了 干净利索 康小凯做梦都没有想到 李悦和小王会出现在和和家里 这是怎么回事 李悦像看穿了康小凯的心思 笑着问 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是不是 他指了指身边的和和 说告诉你吧 和和是我高中时的同学 我这次让他回来 就是专程来吊你的 吊我 康小凯有些震惊 这么说 你早就怀疑我了 康小凯有些不解 既然你早就怀疑我 为什么在进城的时候不抓我 李悦叹了一口气 慢悠悠地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没有证据法院也定不了你的罪 说着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录音机 局到了康小凯的面前 你刚才不但对和和下手 抑郁杀人 而且你也亲口承认 宏家是你杀害的 现在 所有的证据都有了 我可以截案了 看着李悦手中的录音机 回想着自己刚才与和和的对话 康小凯一下子就须脱了 好半天 他才心有不甘地问 宏家的死 我做得天衣无缝 你怎么就怀疑到我 是的 李悦娓娓道来 安兵的第一任男友 是在安兵打算送吴贤琴给他时 出车祸死了 第二任男友 是在接到安兵的吴贤琴之后 当天死亡 这两个人的死亡都有一点 一个是刹车线断裂 另一个是地板上 无缘无故出现了香葬 所以我只能怀疑 这两个人的死都是因为谋杀 而吴贤琴是安兵的定情信物 所以可以肯定 杀死这两个人的人 是为了一个琴字 凶手是一个爱安兵的人 他不希望安兵嫁给别人 这些话无疑说到 康小凯的心坎里去了 他悠悠地尝出了一口气 所以 你才让和和回来 给我演戏 逼我再次杀人对不对 李悦以一个微笑代替了回答 然后说 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一点 和和与安兵之间 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他俩只是在一次演出剑戏 聊过一阵子 被记者运用视角的原理 拍了一张好像很亲密的照片 于是 就传起了他俩之间的绯闻 不过 这条绯闻刚好能用来破这个案子 既然你千方百计 要阻止安兵与别人相好 那么 和和与安兵间传过绯闻 让和和回国 带安兵离开伤心的 这在情理之中 又能逼你采取非常行动 康小凯低下了头 绝望地叹了一口气 李悦和小王压着康小凯 从别墅里走出来 才出门 大家就看到了安兵 安兵就站在门外 泪流满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